司機眼神喵喵喵 客運開上國道上 但司機卻轉頭不停看看看 到底看什麼 左邊放了一台手機 那他就是一直朝著手機的方向去看 頭一轉兩轉不停轉 原來眼光看的是放在扶手上的手機螢幕 三分鐘內司機頭轉轉轉 總共轉頭60次 讓乘客嚇壞了 知乎司機大哥能不能好好開車 很不安全 因為他有 就是在我發現他弄手機之前 我就有發現他差一點撞上前面的小貨車 那就是他有做一個緊急煞車的動作 然後我才有意識到說他在用手機 目警民眾看到過程赶緊拿出手機錄影 因為開車過程中 司機不是看影片就是講電話 車上滿滿乘客全被嚇壞了 整車那麼多人 然後他竟然就是這樣子玩手機 很像不把我們的生命當一回事 這一班從台中開往屏洞的國光號 車子一開上國道就開始偏移車道 結果還差點撞上前方的小貨車 但這樣開車不停看手機 已經違法了 就能開罰3000元 客業者表示 司機行為已經違反公司規定 將會開會決定懲處 最嚴重可能會遭到解雇 但再看一次 司機開車只顧轉頭看手機 把乘客生命單開玩笑 讓乘客痛逼實在太危險了 這連任兵在台中的 製法報道